第十二课 我们都爱白噪音 课文 我们都爱白噪音 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会还没开始 屋子里一片嘈杂 突然 房间里莫名其妙的一片寂静 有人说了句 好安静啊 马上大家又聊了起来 这是什么现象? 其实 这是千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 没有学会在白噪音减退时闭嘴的人 在自然界早已被淘汰掉了 什么是白噪音? 我们不妨形象地描绘一下 白噪音听上去像下雨的声音 或者像波浪拍打岩石的声音 或者像微风抚摸树叶时发出的沙沙声 在森林里 鸟的叫声就是白噪音 也是天然的警报器 鸟在叫 说明没有危险 鸟叫停止 意味着有了险情 务必要提高警惕了 这时 所有动物都会静下来 只有当鸟叫重新开始时 警报才会解除 其实 不论是鸟叫还是虫叫 都是寻求异性时 不得已而采取的危险举动 因为叫声暴露了自己 很容易惹祸 倘若不叫 雌雄两性 谁也发现不了对方 婚事就更谈不上了 那么 祖先遗留下的DNA 怎么送给异性吗? 既要延续后代 又要保护自己 那就只有用最大的声音 拼命呼唤 同时竖起耳朵 提高警惕 有危险 马上闭嘴 原始社会之前 我们的祖先 还没有进化成人类 他们最喜欢的事情 可能就是在鸟叫声中 无忧无虑地睡大觉 最焦虑的事情 就是周围一片寂静 因为那说明 危险正在靠拢 我们喜欢听鸟的叫声 因为那会让紧张的神经 放松下来 经过数千万年的自然选择 对白噪音减弱 越敏感的生物 存活和找到配偶的 可能性越大 这种意识 在DNA中保留下来 并且世代相传 卫意识里的嘈杂声 就是白噪音 大量的白噪音 暗示着安全 当嘈杂声减弱时 提示大家要警惕 然后闭嘴 观察 这是人类大脑深处的 预警意识 当有人说 好安静啊时 大家发现没有危险 于是 报警解除 白噪音会让我们有安全感 从而放松身心 鉴于白噪音有这样的功效 它理所当然地 成了医生的好帮手 人们利用它 对神经系统疾病患者 进行辅助性治疗 成功地减轻了病人的症状 用它治愈了一些 多动症患儿的 精神集中能力障碍 受到环境噪音污染的人群 也可用白噪音 帮助恢复工作效率 白噪音 实际上是大自然 给予我们的声音暗示 它清晰地对我们说 嘿 你可以放松精神 不必焦虑了 声词 白噪音 嘈杂 莫名其妙 淘标 淘汰 不防 描绘 波浪 岩石 抚摸 务必 警惕 解除 不得已 暴露 惹祸 雌雄 祖先 祖先 遗留 妈 延续 后代 忽幻 树 原始 进化 靠拥 靠拥 神经 商物 配偶 事代 暗示 提示 鉴于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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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所当然 疾病 患者 辅助 症状 欲 障碍 噪音 急语 黑 里 adox 修 온 碗 洪 碗 碗 像 碗 tournam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